西洋大人 每天高跟你好天氣 各位天氣風險的朋友們大家早安 隨著來自西南邊的這個水氣逐漸增多 從昨天晚上開始 在西半部很多地方陸陸續續 都有一些短暫陣雨的現象開始出現了 但是下雨的情況一直都還不是很明顯 一直到今天清晨天亮之前 因為封面的尾端逐漸接近 而且開始在掠過北台灣的上空 雲雨帶的發展才變得比較好一點 在台中以北地區 才開始有一些比較有感受的降雨開始出現 因為今天封面尾端會掠過北台灣 接下來就是東北季風增強 冷暖空氣交會所形成的華暖雲雨帶 會接力影響台灣 所以說從預報上來看的話 今天各地都會有下雨的這個機會 但是比較明顯的降雨 預估還是會出現在台中以北 北部跟東半部這一帶 降雨的時間會比較長 陰雨的感受會比較顯著 累積的雨量也會比較多 那一整天累積下來 局部單點會有機會達到大雨的等級 那過了台中以南呢 則是這個以短暫震雨為主 降雨是這種一震一震的 那中間呢會有這個雨停的空檔 那下雨的地方呢也會比較局部一點 整體的累積雨量是比較少的 不過都會有下雨的機會 所以說提醒大家今天外出呢要記得 攜帶雨具 尤其是目前還沒有開始下雨的這個中 南部地區 那預估呢從今天白天開始 陸陸續續都會有下雨的這個機會 帶著雨具外出 才不會因為 預想下雨的情況而措手不及 那由最新的這個預報資料來看 華南運雨帶影響台灣的時間 大概會持續到禮拜六 上半天左右 所以說在明後兩天呢 各地都會是一個有震雨 或者是短暫震雨的這個天氣 不過呢還是以這個台中彰化以北 一直到東半部地區呢 陰雨的情況會比較明顯一點 然後一整天呢 段段續續都會是有下雨的這個天氣 那局部單點的累積雨量呢 還是有機會達到這個大雨的等級 那彰化以南地區呢 下雨都比較局部 那時間也比較短 累積雨量是比較少的 那預估禮拜六 投票日當天呢 雖然說 華南運雨帶的位置 會因為東北季風逐漸減弱 而開始北台哦 水氣會變得比較少 但是在禮拜六的上半天呢 在新竹以北 到東半部地區呢 還是一個有短暫震雨的天氣哦 一直要到下半天之後 降雨的範圍呢 才會進一步縮減哦 只剩下大概東北角啊 宜蘭花蓮這一帶 那新竹以南呢 則大概會是一個多雲到陰的天氣哦 越往南呢 看到陽光露零的機會啊 就會越高 那禮拜天的話 整個環境的風向會轉成偏東到東南風哦 除了在東半部地區 還是有一些短暫震雨之外 那西半部地區 大概都會是一個放晴的這個天氣哦 適合安排這個假期活動的進行 那據說在溫度方面的話呢 今天明天兩天哦 因為東北季風帶來比較涼的這個空氣 再加上下雨的這個關係哦 所以各地呢 都會有一點涼意哦 尤其是在北部跟東半部 下雨比較明顯的關係哦 白天的高溫大概都只有23到26度 那中部南部下雨的情況比較少一點哦 白天的高溫呢還是有26到29度 那夜晚清晨的低溫呢 則是普遍哦 大概在20到23度左右哦 並沒有特別的冷哦 但是在北台灣這一帶呢 整個濕濕涼涼的這個感受 會是比較明顯的 到了禮拜五之後呢 東北季風會開始逐漸的減弱 那到了週末的時候呢 溫度回升的情況 就會比較明顯的出來了哦 尤其是禮拜天哦 各地應該都會是明顯的感覺到變熱了 北部跟東半部的高溫呢 有機會回升到28到30度哦 那中南部呢 更是有可能會到30度以上 整個溫度的起伏變化還是蠻大的 所以提醒大家要留意這個身體健康的這個情況 好以上氣象呢 是有天際風險 無勝於提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臨時 team 宵 3 名牌 2 5